字幕提供 好 各位好 今天不是玩具堂的事情 是圓形不露的時間 但今天由於疫症流行的關係 現在的疫症已經差不多是全世界的問題 已經不單是一小部分地區國家的問題 所以衷心祝福懂得廣東話的朋友 無論你在香港、台灣、新加坡、馬來西亞、泰國、越南 衷心祝福大家身體健康 我們一起去抗疫 抗疫是難的 但是我們生活依然要繼續 所以我們繼續介紹我們的老闆行 原形不露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是來自馬來西亞的一個品牌 Jaco X 是一群很熱血、很喜歡軍事和科幻題材的一筆六玩家 組成的團隊 當然他們本身也是在玩具業裏做其他生意 Jaco X 已經不是第一次推出的產品 在系列裏 這個叫做The Dawn of Heroine 大概是人形機械人 或者是機械人的黎明 系列裏已經來到第三個了 這個叫做Mike Winter 由於畫面太豐富 其實他們已經暴露了出來 先提一提 其實第二隻的Cupro Joe Hagan 其實已經剛剛出街了 我們一路可以大家理解一下 Jaco X是什麼 另外就看看他的產品大概的外形 非常之重量級 整個盒的設計都很亮眼 這個畫面有些blur的影像 其實很適合現在 我們全球都要面對疫情 其實前路一片茫茫 亦都要戴著口罩或者面罩出街 我們希望很快不需要這樣 但當然我們可以享受這個設計裏 豐富想像的造型 也是很有型的 我們一起說一些開心的事 暫時先休息一下 休息一下 先休息一下 好了 鏡頭看到兩隻了 這次他們是否特別版 我覺得看資料來說 應該不會是哪個特別版 就當A、B版 也有錯了 幫我更正 先讓大家很留意 這個系列的方眼題材 Mike Winter 其實是一個一等兵 為什麼呢 大家要留意各大零售商 他們能夠post出來 或者他們自己的網站 講到這個故事 要我們暫時不講了 所以這兩個我很榮幸 很開心 廠商都信任我 或者信任我們 借給我們去拍 所以這真的是一個 Flow Type 一個圓形 但跟我們之前在展覽會 看到的那隻 有少許分別 就是這個叫Final Flow Type 差不多是生產前 為什麼呢 因為未來4月8日 或者節目已經出了 其實4月8日 就是他們全世界的Preorder 大家最關注的 第一樣當然是 行不行 漂亮不漂亮 第二樣當然是錢 錢應該是298美金 這個 MSRP 公價 兩款都一樣的 先介紹吧 其實 基本款 如果沒有理解錯 應該是這個 Mike Winter 這個Version 給大家看看 要很小心 因為 因為真的 是Flow Type 比較不太結實 大家不用擔心 有主觀畫面看 其實很亮眼 我覺得比之前未完成的 Flow Type 是漂亮很多 所以顏色配搭 我覺得是成熟了很多 變回很自然的了 好了 另外呢 其實都是Mike Winter 你看到其實差不多 但是有出兩個版本 這個我也是理解的 很多廠商能夠 兼顧到不同的玩家要求 以及都可以出多的版本 不是賺多一點的 而是平衡到成本 因為可能一隻顏色賣到400隻 那可能根本成不了 但如果你出兩個顏色 可能賣到不是800 可能是700隻 600隻 起碼機會大一點 所以大家多多支持 不一定要買兩隻 但是總共有隻你喜歡的 另外一個 就是這個 黑色 全隻黑色的 主要的黑色 Depth Squad Version 即是死亡 或者是骷髏頭的小隊 Mike Winter 其實他是一個Slapper 一個Sharp Shooter 即是遠程射擊很厲害的人 後來因為一些意外 或者不服從命令 於是又降回到 Private First Cast 即是一等兵 應該官階高一點 所以本身他是一個很厲害的人物 即是神射手 所以你會發覺 這個 我叫A版本 其實是有支Slapper Gun 就是這支 因為有瞄準器 因為是科幻 但未必跟現在的Slapper Gun 是完全一樣的 好了 講完介紹這個背景之後 我們不妨一起去看一些 巧克力畫面 小心欣賞 看完影片 慢慢才決定 訂不訂它 或者賣不賣它 賣完一支 還是賣兩支 不要緊 最高開心 大家記住 不希望繼續戴面具 快點脫掉面具 好嗎? JC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